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3日在北京会见韩国外交部长官赵对列 两人在开场白的讲话当中 回顾了中韩关系30年发展历程 也谈到了近期的紧张关系 王毅就呼吁韩国要坚守外交的初心 而赵对列说 韩国不会以零和博弈的视角看待对外关系 也坚持以标准原则来处理与各国的关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欢迎韩国新政外长赵对列对中国进行访问 王毅说过去30多年两国关系总体上发展顺利 两国相互成就实现了共同发展 也促进了地区和平与繁荣 这说明中韩建交和发展关系符合时代潮流 这段时间中韩关系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显的增多 这不符合我们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不是中方愿意开达 我希望韩方和中方一到 坚守两国建交的初心 王毅指出中韩之间没有根本利益冲突 因追求合而不同的境界 双方要相互理解尊重 加强沟通交往 消除误会 增进互信 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妥善慎重处理 涉台问题 夯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双方要多发出客观积极声音 加大正面引导 密切人文交流 夯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中韩经贸合作规模大 互补性强 去年贸易额突破3100亿美元 双方应深化互利合作 在彼此发展进程中做可靠和长期伙伴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文护国际自由贸易体系 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韩国媒体近日突出 赵队列是韩国外交部长 时隔6年半访问北京 赵队列开场讲话中强调 自己没有担任外长之前 去年刚刚访问北京 时隔一年再次访问北京 希望为即将举办的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做准备意义深刻 赵队列表示 韩国政府高度重视对话关系 期待在相互尊重 互惠和共同利益基础上 同中方密切合作 发展更加健康 更加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越同中方增进互信 扩大共识 聚焦合作 尽可能的避免 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 共同开启韩中合作的新局面 赵队列这次访华 并不是韩国的外长 时隔6年半访华 而是时隔6年半访问北京 2021年和2022年 时任的韩国外长都曾经访华 不过没有到访北京 非别到访的是厦门和青岛 此时韩国媒体特别强调 韩国外长是时隔6年半访问北京 是希望在中国能够实现突破 不仅有两国外长的对话沟通 也希望能够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尹熊就任韩国总统之后 强调的是对等和价值观外交 但是在国际舞台上收获并不多 在国内被批评 韩国已经在国际舞台上 被排除到了旁观者的角色 赵队列以及韩国的执政阵营 都希望通过这次对中国的访问 能够实现外交突破 有外交成果 证明韩国的外交并不孤立 凤凰卫视霍委委 刘健 北京报道 一个同时女生edar 让我们讨论 舞台山 是 观点